太极拳 飞檐走壁,飞沙走石 天下武功,唯快不破 可在中国,有一种太极拳 偏偏像是开了慢动作 太极拳讲究以静制动,顺势而为 注重意念的修炼,动作柔和清零 一朝一室都是动与静,须与时的结合 战装,积累松沉之内力 推手,外现刚柔之气技 时常练习还有修身养性,强身健体的效果 太极拳历史悠久 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据古书记载 太的意思是大 急的意思是开始和顶点 太极就是产生万物的至高本圆 权术和太极说的结合,逐步形成了太极拳术 民间流传着无数关于太极拳的传说故事 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中,太极大师张三峰在传设计时 告诫图尔不须均逆于招式 只要细细领会其中一堂,看似随意出击,实则自成张法 无招胜有招体现的是中国的武术哲学 太极拳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 一推一进之间,是从容甜淡的气韵风度 一朝一世之下,是生生不息的人生体悟 让我们跟着太极师傅一起 放松身心,气沉丹田,感受太极拳的魅力吧